我真的不是刻意的要去抹黑某些女人 我也绝对不是要搞性别对立 相反的 我说这些东西 不过就是希望有些人他真的能去反省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我天天跟他们打交道 有些事情吧 真的是让你看不下去的 比如说女人她是很双标的 那咱们就来看看 他们到底有多双标 比如说一离婚 他们就立马迫不及待的召告天下 自己又恢复单身了 好像很自然 那如果是男人做这件事 那绝对就是会被女人群起而公之 说她是个渣男 谈恋爱的时候 女生约会要是迟到 那就是在考验男生的耐心 如果是男生迟到 那就是不守时不靠谱的男人 男生要是给女生花钱 那可不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要是女生给男生花钱 那就纯粹叫倒贴了 吵架了 女生搞冷战 那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啊 但是男生如果搞冷战 那就不是真爱 女生可以一个月就振两三千块钱 那也是能够昂首挺胸立志气壮的 但是男生如果一个月就振两三千 那简直就得低到尘埃里去了 女生有一个男闺蜜 那就很正常 而男生有一个女闺蜜呢 那就是烂情 结婚了啊 给公婆买点东西 就像割她的肉一样 那给自己的父母买东西呢 真的就是慷慨大方 一个家庭里面 如果男人做家务 那就是叫心疼女人 如果是女人做家务 那还了得 那就是廉价劳动力 免费保姆 还有更有意思的啊 男人出轨呢 就是不负责任 抛弃糟糠之期 女人出轨呢 那就是因为男人 对她不够好造成的 嫁给了中国的男人 那彩礼一分都不能少 男人得准备房子准备车 全家还得把她当个宝 如果她嫁给了一个外国人呢 那彩礼一分也不敢要 还得独自带娃 哪敢要求外国的公婆给她带啊 想都不敢想 这个社会 男女都是公平的 别再说那种 丈夫能干妻子贵 丈夫无能妻受罪的话 你们还是少喝点这些鸡汤吧 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 我们既然已经为人妻为人母 就该跟男人一起努力 为这个家庭主动承担起责任来 你们说对吗 我看到中人了 我觉得 这两个话 我说不是我估计在林造队吗 你这种感觉 可以不想烦理 我看你 我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离婚了 你们说对不对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